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宁心俱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 李强主持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韩正出席 习近平举行仪式 欢迎芬兰总统访华 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习近平致电祝贺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登基二十周年 习近平同赞比亚总统就中赞建交六十周年互置贺电 李强会见芬兰总统 赵乐际会见芬兰总统 李希出席二十届中央第四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 韩正出席中分创新企业合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开幕式 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计划于十月三十日四十二十七分发射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百分之五点六 以色列立法禁止联合国救援机构开展活动 联合国秘书长称不可接受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三十六分钟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 29号上午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不断引向深入 引导全党全国人民坚定改革信心 更好宁心俱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主持开班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开班式 习近平指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 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 具有划时代意义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重大实践成果 制度成果 理论成果 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最壮丽的篇章之一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续写两大奇迹 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也为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宝贵经验 习近平强调 守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 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原则的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些都是管根本 管方向 管长远的 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 符合我国国情 符合人民根本利益 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要坚持继续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 始终朝着总目标指引的方向前进 该改的坚决改 不该改的不改 要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 实践发展新要求 人民群众新期待 突出经济体制改革 这个重点 全面协调推进各方面改革 大力推进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 文化创新 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习近平指出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讲求科学方法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 要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 以改革之力完善法治 进一步深化法治领域改革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更好发挥法治在排除改革阻力 巩固改革成果中的积极作用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 做到重大改革与法有据 平等保护全体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要坚持破和力的辩证统一 破力并举 先力后破 该力的积极主动力起来 该破的在力的基础上及时破 在破力统一中实现改革提及不稳 要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深化外贸 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营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要处理好部署和落实的关系 改革方案的设计必须把握客观规律 注重各项改革举措的协调配套 增强改革取向的一致性 建立健全 责任明晰 链条完整 环环相扣的工作机制 强化跟踪问效 推动改革举措落实 落细 落到位 习近平强调 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 担负着推进改革的重要职责 要增强政治责任感 历史使命感 以攻坚克难迎难而上的政治勇气 直面矛盾问题不回避 铲除顽帐顾及不含糊 应对风险挑战不退缩 奋力打开 改革发展新天地 要善于运用科学的方法推进改革 系统布局谋定而动 习近平指出 广泛凝聚共识 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对顺利推进改革十分重要 要切实做好改革舆论引导工作 加强正面宣传 畅详主旋律 传递正能量 加强对全会决定提出的 一些重大理论观点的研究和阐释 特别是加强面向基层和群众的宣传解读 即使解疑试祸 回应社会关切 广泛凝聚共识 助劳全党 全社会 共抓改革的思想基础 群众基础 引导干部群众增强大局意识 正确对待改革中的利益关系调整 和个人利害得失 习近平最后强调 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 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一系列重大举措 把各项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落实到位 打好组合权 切实抓好后两个月的各项工作 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李强在主持开班事实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利益高远 思想深邃 论述精辟 内涵丰富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理论性 针对性 指导性 对于全党 特别是高级干部 全面准确理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深刻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指导思想 总体目标 重大原则 科学方法 坚定改革信心 把准改革方向 强化改革责任 汇聚改革合力 推动各项改革举措精准落地见效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带着使命学 带着责任学 带着问题学 深刻理解把握总书记重要讲话的 丰富内涵 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创造性地抓好改革任务落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 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 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席开班式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有关人民团体 中央管理的金融机构 企业 高校 解放军各单位和武警部队 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研讨班 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 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 列席开班式 国家主席习近平 2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芬兰共和国总统 亚历山大司徒布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 明里炮21响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 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司徒布访华的有 总统夫人 环境和气候变化部长 农林部长等 军乐团 军乐团奏分钟两国国歌 军乐团奏分钟两国国歌 司徒布在习近平陪同下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 观看仪仗队分裂室 司徒布适应习近平邀请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欢迎仪式后 习近平主席同司徒布总统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 芬兰是最早一批 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 也是第一个同中国签订 政府兼贸易协定的西方国家 建交以来 中芬始终友好相处 互尊互信 树立了国与国之间 超越历史文化制度差异 平等交往的典范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多 在此背景下 中芬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更显独特价值 值得倍加珍惜和发扬光大 中芬愿同分方一道 加强战略合作 弘扬友好传统 将中芬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进一步推向前进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为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新贡献 习近平强调 中芬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两国始终坚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中芬务实合作 起步早 成果多 潜力大 不久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 二世界三中全会 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做出系统部署 这将给中芬两国合作 以及全球发展 带来新动力 新机遇 欢迎芬芳积极参与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拓展绿色转型 信息技术 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 新能源 等新兴产业合作 构建新时期两国互利合作新格局 中方愿同芬芳 进一步扩大人文交流 决定将芬兰列入单方面免签政策范围 欢迎更多芬兰朋友 来华经商旅游留学 习近平指出 中芬两国都爱好和平 都倡导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中方愿同芬芳 加强应对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保护 全球可持续发展 人工智能治理等问题的沟通和合作 携手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明年是中国同欧盟建交50周年 希望芬芳继续为推动中欧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实现中分关系 中欧关系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司徒布表示 我非常高兴在就任总统不久后访华 时隔14年 再次同习近平主席会面 从那时以来 世界形势发生很大变化 中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发展成就 建交74年来 芬芳始终相互尊重 真诚相待 平等对话 双边关系保持良好发展 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取得丰硕成果 芬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好 明年建交75周年 密切高层交往 扩大人文交流 深化经贸 绿色能源 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务实合作 芬芳赞赏中方 在国际关系中 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赞赏习近平主席 为解决当今世界各种全球性挑战 提出的重大倡议理念 重视中方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影响 以及发挥的稳定性建设性作用 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 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 做出贡献 欧中经济紧密相连 脱钩锻炼 新冷战 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芬芳愿为推动欧中关系顺利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等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阐述了中方原则立场 表示愿同包括芬兰在内的有关各方共同努力 继续为推动和平解决危机发挥积极作用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 教育 水利 环境保护 循环经济 农食产品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关于推进中分面向未来的 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工作计划 2025-2029 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为司徒布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 10月29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 祝贺他登基20周年 习近平指出 西哈莫尼国王登基以来 为柬埔寨和平稳定 发展振兴 国际交往 做出重要贡献 长期致力于弘扬中简传统友谊 在我们共同引领下 中简命运共同体进入高质量 高水平 高标准的新时代 钻石六边合作架构不断走深走实 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 取得积极进展 中简人文交流年办得有声有色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习近平强调 中简是同甘共苦 守望相助的铁杆朋友 我高度重视中简关系发展 十分珍视同柬埔寨王室的传统友谊 愿同西哈莫尼国王一道努力 加强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 推动中简命运共同体建设 揭出更多硕果 本台消息 10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赞比亚总统西齐莱玛 互置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 习近平指出 建交60年来 中赞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换考验 始终坚持真诚友好携手共进 近年来两国高层交往频繁 政治互信持续深化 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 有力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今年9月 西齐莱玛总统来华出席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我们就两国关系未来发展 做出重要战略指引 习近平强调 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 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 以两国建交60周年为契机 弘扬传统友好 坚定相互支持 加强全方位合作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携手推进各自国家现代化事业 不断夯实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赞命运共同体 西齐莱玛表示 建交60周年是赞中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两国建立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共同繁荣基础之上的伙伴关系 为各自国家发展 做出重大贡献 坦赞铁路 夏凯富侠水电站等合作项目 成果斐然 赞比亚将继续支持 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倡议 同中方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愿同主席先生一道 共创美好未来 推动赞中全天候友谊 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取得更大发展 29号 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京会见芬兰总统司徒布 李强表示 近年来 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各领域互利合作不断推进 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 为进一步深化中分关系 做出新的战略规划 中方运投分方一道 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弘扬传统友谊 增进政治互信 坚持开放合作 深化经贸 科技 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 促进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推动两国关系与合作 不断迈上新台阶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司徒布表示 当前分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分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 深化经贸 农业 绿色能源 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 密切人文交流 分方愿推动欧中经贸关系平稳发展 吴正龙参加会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9号 在北京会见芬兰总统司徒布 赵乐际表示 中分建交74年来 两国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成为不同服源 不同文化 不同制度国家 和平共处 友好交往的典范 中方愿同分方一道 落实好习近平主席 同司徒布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 增进战略互信 深化互利合作 密切人文交流 加强多边协作 推动中分面向未来的 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行稳致远 中国全国人大 愿同芬兰议会 更续传统友好 密切交流合作 加强立法监督 治国理政等经验交流 为推动中分关系发展 贡献力量 司徒布表示 分方重视对华关系 愿同中方扩大各领域交流合作 密切立法机构交往 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彭清华参加会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希 近日出席 二十届中央第四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 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 听取中央第三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 对巡视宣传思想文化和统战领域 相关单位做出安排 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巡视工作重要部署要求 推进新征程巡视工作 高质量发展 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提供有力保障 李希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 对巡视工作高度重视 不断引领推动理论 实践和制度创新 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 贯通学习领会 习近平文化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 关于做好新时代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 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 吃透精髓药益 掌握实践要求 对照开展监督检查 准确把握巡视工作 政治方向 李希强调 要扎实稳妥 高质量做好中央第四轮巡视工作 结合宣传思想文化 和统战领域特点 深入了解 被巡视党组织 履行职能责任 落实重大改革部署 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 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情况 着力发现和推动 解决突出问题 要强化 力行力改 边巡边查 增强监督合力 严明纪律作风 确保高质量完成巡视任务 李干杰宣布 二十届中央第四轮巡视组长 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 刘经国主持会议 经党中央批准 二十届中央第四轮巡视 将对中央宣传部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中央统战部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人民日报社 求是杂志社 光明日报社 中国日报社 经济日报社 科技日报社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中国景岗山干部学院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作家协会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新华通讯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国家文物局等 34家单位党组织 开展常规巡视 本台消息 应意大利参议院 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邀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委书记李希 将于10月30号至11月8号 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对上述三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0月29号 国家副主席韩正 在京出席中分创新企业合作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分兰总统司徒布 中分两国政府和经济界代表 100余人参会 韩正表示 中国和分兰友好交往远远流长 2017年 习近平主席访分期间 双方建立了面向未来的 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开启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篇章 近年来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分关系平稳发展 两国企业在新能源 森林工业 信息通讯 冬季运动等领域合作 卓有成效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也为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做出积极贡献 韩正强调 中分创新企业合作委员会 为促进双方企业 在创新领域交流合作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方愿同分方一道 共同秉持开放包容的合作精神 把握绿色转型的合作机遇 开拓创新发展的合作空间 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 推动中分中欧经贸合作 走深走实 司徒布表示 分中经贸关系基础牢固 中国是芬兰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 发展前景广阔 分方将积极支持企业 投资中国 深耕中国 欢迎中国企业 赋分投资新业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 助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今天 神舟19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 计划于10月30号 4027分发射神舟19号载人飞船 乘组三名航天员集体亮相 发布会上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 介绍了此次任务的相关情况 并介绍了我国第四批 预备航天员的选拔情况 和载人登月任务进展 上午10时 神舟19号飞行程组 在问天阁与中外记者见面 程组由航天员 蔡旭哲 宋令东 王浩泽组成 指令长蔡旭哲 执行过神舟14号载人飞行任务 宋令东和王浩泽 军美我国第三批航天员 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 航天员王浩泽 为我国首位女性航天飞行工程师 入选新的乘组 担任新的角色 面临新的任务 新的挑战 我感到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如今我们的思想 技术 身体 心理 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我们有信心 有决心 有能力 圆满完成 此次飞行任务 能够有幸 为国出征 执行神舟19号飞行任务 我深感荣幸与自豪 但我也深知 这一切 得益于祖国的强大 得益于一代代航天人的 接续奋斗 更得益于 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出征在即 重任在奸 我将不辱使命 不负重托 跑好飞天机立棒 人生中最大的幸运 莫过于在年富力强时 发现了自己的使命 成为航天员 我是幸运的 能够将个人价值 和祖国的需要 相结合 为国出征 我更是幸福的 目前神舟19号船舰飞行 产品质量受控 航天员成组 状态良好 地面系统设施设备 运行稳定 空间站组合体 状态正常 发射前 各项准备工作 已就绪 神舟18号航天员成组 在与神舟19号航天员成组 完成载轮换后 计划于11月4号 返回东风着陆场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今天发布 今年前三季度 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258.2万亿元 同比增长5.6% 物流运行延续 企稳回升态势 主要指标出现积极变化 前三季度 有超过92%的工业领域 物流总额实现增长 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 同比增长较快 其中 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 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 物流总额增速超过30% 今年以来 通道加枢纽 加网络的 现代物流运行体系 加快形成 国家物流枢纽网络 不断完善 物流与产业融合 加速推进 有效助力降低 全社会物流成本 前三季度 社会物流总费用 13.4万亿元 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为14.1% 比去年同期 下降0.2个百分点 即单位GDP 所需的物流费用 有所下降 物流运行效率 有所提升 国务院新闻办 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2025年 哈尔滨亚东会筹办情况 据介绍 第九届亚东会 将于2025年 2月7号至14号 在哈尔滨市举办 比赛共设置 6个大项 11个分项 64个小项 哈尔滨5个场馆 承办冰上项目比赛 亚伯利8个场地 承办雪上项目比赛 截至目前 已有34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多名运动员 报名参加本届亚东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届时 将派出170余名运动员 参加全部64个小项的比赛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 经过一年多的先行先事 上海广东等五个自贸试验区 和海南自由贸易港 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率先开展的试点措施已全面落地 30条制度创新成果 分别在自贸试验区和全国进行复制推广 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 人员入境等六个方面 财政部等三部门今天发布通知 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 国家奖助学金政策 其中将本专科生和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名额翻倍 本专科生提高到每升每年1万元 国家助学金本专科生平均资助标准 提高到每升每年3700元 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平均资助标准 提高到每升每年2300元 并扩大中等职业学校资助范围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 国家层面公共数据应用示范场景建设 正式启动 从目前开始到2025年底 国家数据局会同各行业主管部门 各地数据管理部门 打造一批可感可及的公共数据应用成果 首批18个场景今天对外发布 涉及交通运输部 自然资源部等 14个部门和东中西部省份 涵盖物流 商用卫星等领域的数据开发利用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称 28号晚 黎巴嫩东部贝卡古地的多个村镇 遭乙军袭击 造成至少60人死亡 58人受伤 以色列方面对此未回应 离南部城市提尔 28号也遭到以色列空袭 乙军称 在提尔打击了离真主党武装的武器库 军事建筑和观察哨所等目标 离真主党武装 28号称 继续在南部打击乙军士兵和坦克 离真主党今天宣布任命纳伊姆·卡西姆为新任领导人 卡西姆现年71岁 此前担任离真主党副总书记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媒体办公室称 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西亚一座舰主 今天遭乙军袭击 已造成93人死亡 以色列方面对此没有回应 针对以色列议会 28号立法禁止联合国禁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展开相关活动 禁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拉扎里尼表示 以色列议会的决定是危险的先例 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以及根据国际法应承担的义务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说 法案的实施可能会对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上的民众产生毁灭性的后果不可接受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鲁黛奈谴责以色列此举是对联合国决议的挑战 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对此采取果断行动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国际油价28号大幅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 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均超过6% 分析指出 以色列26号对伊朗的袭击没有涉及石油设施 市场对局势升级的担忧缓解是油价下跌主要原因 分析还称 由于全球需求疲软 长期来看石油价格将进一步走低 德国智库伊福经济研究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德国制造业10月出口预期指数继续下降 从9月的-6.5点跌至-6.7点 其中汽车和金属行业对未来出口的预期最为悲观 伊福经济研究所调查负责人沃拉贝当天表示 部分德国企业出口低迷情况仍将继续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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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